今天晚上我們請了我的朋友曾卓文博士來參加 他是研究文學博士來的 他本來在讀中文大學 中文大學已經低了我十多年了 名師出高童,黃建源教授高竹 有教過你嗎? 教過 英文文學學士 他同時是翻譯碩士 最後是漢學博士 主持過很多新城電台的節目 又主持過網台的節目 他專長在粵字研究 粵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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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已經教過國根大學幾十年了 理工大學、領南大學、台灣銘泉大學 這些都是任教過 另外他又在香港的司法部 做過全疫主任 做過九年 無論語文都是相當精闢精道 我還想介紹一下曾博士 曾經去過芬蘭 那裏住過五年 芬蘭這個北歐地方很少人去 也是比較偏僻凍的地方 文化不錯 沒錯 我接受過曾博士 兩本翻譯芬蘭的文學 香港也有賣的 是嗎? 是兩本芬蘭的劇本 直接由芬蘭文譯成廣東話 以及標準韓語之類 是呀 現在曾博士是自由的翻譯者 又是自由的傳譯者 又有很多專欄 又準備開一個網站 我這個科林的網站 剛剛這個機會 就請了這位曾博士來講講 講講廣東話 廣東話因為是香港人的畫 你約略介紹一下廣東話的情況給大家聽聽 今天很感謝次官邀請郭榮幸 上來這個forum的節目 廣東話其實有三千年歷史 這麼長? 是呀 可以追溯到先秦的戰國時代 很多人以為廣東話是一種俗語 很理俗的謊言 其實我們很多語言學家的研究 包括我作論 發覺廣東話大部分是雅言 優雅的語言 經得起時間考驗 譬如廣東話補留了古漢語彙 即是詞彙 古漢語音 還有古漢的章法 古漢的文法 章法也有? 有 文法也有 古漢語彙 好像我們平時說的 得閒、飲茶、隔離、襯虛、後生 這些全部都是在四書五經可以找到的 古語來的? 不是廣東話,是俗語來的? 那些好像隔離的道府手詩 有用隔離的詞 即是我們現在就是Nieber 就是隔離 其實古漢語已經有的 是尼巴的尼 是尼巴的尼 即是隔離的尼巴的人 明白 好像道府手詩是 呼取隔離盡餘杯 即是叫隔離倫舍來一起喝杯 普通話沒有這個詞 沒有 普通話叫隔壁 其實隔離比隔壁 有個花園尼巴的影像出來 很有田園風味 我住村屋真的有個尼巴隔離 隔離有個尼巴 另外那些年輕人 也是孔子時常說的 年輕人很偉 是的 我們說阿陳 我們做技術的年輕人 年輕人很年輕 我們是老人 叫做後來出生 沒錯 普通話又沒有? 普通話沒有 普通話說年輕 後來年輕又變成年輕 因為是同音 輕和青 在普通話同音 現在普通話說年輕人 就不說年輕 其實年輕才正確 年輕是因為普通話同音 年輕是正確的 但是他們習慣了就用年輕 沒錯 青年一定是正確的 沒錯 另外什麼得閒的屈原 都經常說的 是 有很多話又沒有 沒錯 有很多話說有空 有空 周星馳有一部電影 就是諷刺有空 裏面細龜問李麗蕊 你有沒有空 他問你什麼事 不是 照細龜說 我想問你有沒有空去喝茶 就是食字 食箭的 但是廣東話就很有空 沒錯 我當時寫過一本小寶神功語錄 裏面有一句我作的 我一生人最有得的地方是什麼呢 就是得閒 什麼都不能得到 但是得到一個閒字 這個閒字其實語重心長 沒錯 心閒很重要 是 很悠閒 自得 是啊 得閒是很難得的一件事 沒錯 屈原那首山鬼狗歌說 君師我是不得閒 山鬼是一個女妖精 女妖在山裏面的女妖 他有個男朋友在城裡住的 但是那個男朋友很久都沒有進山裏面探他 於是他就自己安慰自己說 君師我是不得閒 其實他只顧著我的 但是他沒有閒 這個山鬼在中國的畫裡都經常出現 是一個拿到上空 但是穿了一些瘦皮的女鬼 是,徐碧雄畫得很真 很俏的 很生鬼 沒錯 有空就說廣府話了 沒錯 另外那些古漢語音 例如入聲字 還有九聲 普通話只有四聲 對,古漢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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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近就不是完全等於唐朝人所說的 但是接近,就算是系統轉移過來,所以有即可尋 有即可尋的,廣東話也有些很有趣的 譬如說,他有一個平常去入去的聲音 很多都沒有了,現在都沒有了 很奇怪,譬如說,油麻地,那個字明明是獨地 可以變調,油麻地 譬如說,手錶和錶分開,跟出師錶的錶字一樣 入油,就是把油和我們吃的油,或者石油 以及食用的油,以及入的油分開 語調不同,聲調不同了,可以分開 但那些汽油是讀汽油的,不讀汽油的 那也是 很有趣的 每一句的完結的時候,就提高了聲線 要看上文下理 對 譬如我們近時香港名人 我們有位叫周秀臣先生 但是他們認識的人,都不讀周秀臣的 周秀臣 這些廣東人很流行 對,廣東人變調 譬如還有一個最常見,就是堅道 半山區域有一條堅道 紀念當年的警司或警察局長 所以我後來做了C.S.C.A.I.N.E.C.A.T. 這叫堅,又開了道路的命名 但是我們現在不叫那條堅道 上去堅道,一定堅道 的士人告訴你,我堅道會很純粹 不會的,這是港府話的特點 油麻地,堅道,周秀臣,加油 沒錯,我們去買油,可能是買食用的油 買油,可能是入油,就是入油 或者是介油,即是工業用的 把變調變成另一個意思,區分了 沒錯,這個很有用 普通話很難做到,因為聲調只有四個 廣東話有九個聲調 很多時候用單音節詞 因為有九個聲調容易變異 普通話只有四個聲調 有時候同音節太多,譬如SIC 或者SHIC 同音節太多,可能有幾十個 很難便宜 所以要用雙音節詞 普通話 對,雙音節詞 意思的話,詞語是兩個字 對,譬如片子 片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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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或者袋子 其實廣東話不需要,我有個袋子 袋子也有個袋子,不用袋子 不用杯子 不用,拿幾個杯子過來 拿幾個杯子過來就可以了 沒錯 所以廣東話不需要加太多,變成一個片語 那些叫詞語片語 沒錯,廣東話是近古文的 古文又流行單音節詞 單音節詞 現在很多寫文 很多時候是很沉醉重複 為什麼呢?因為很多字 是一個字可以解決到的 不是,是要整齊兩個字 是要加長 你說寫稿,用字數來計算得更好 對,特別是中國大陸的白話文 現代漢語,特別是有長有侵 對,譬如最近最受人爭議 這個叫底氣 你聽過嗎? 我聽過,林鄭說 你有什麼意見? 底氣,其實是不是底運的意思? 不是底運,是勇氣 這是一個政治的名詞 但是我覺得,我的看法就是 當年這是大陸時流行 平時的白話文也看不到 古文也不太常見 古文沒有,沒有底氣 沒有底氣 這是共產之後的用語 我覺得,既然一國兩制 就可以完全用香港人說的香港話 沒錯 大陸和台灣說的小三 香港人本來是說的兒拉 兒拉村 以前好像歐陽鎮華的電影 兒拉村 自殺夫 沒錯 兒拉就是香港人的關用語 其實金平壺裡已經有用了 有,金平壺有兒拉 小三是共產語言 四三是第三者 但又以為是什麼小學三年級 很失敗 很失敗 但現在又習慣了 譬如,普通話很多時候 跟廣東話不同 我請問那個老師,容若 不知道你認識嗎? 懂 容若,老師跟我說 應該叫做質素,不是應該叫做素質 素質會比古雅的素質 是不是? 不是,質素比古雅的素質 對不起,倒轉了 質素古雅的素質 不過素質好像也有相當歷史 但質素歷史更長 是的 譬如我們叫香港人 多數叫私隱 很少叫隱私 倒轉了是不是 有一個香港電台問過一個問題 他說 見識跟識見有沒有分別? 另外,有一位作家 古德明,你認識他嗎? 我認識 他寫了一篇文 他是大師兄 大師兄嗎? 是嗎? 他的英文是 是的 古德明也是大作家 也是研究啞雲雀志 古文和翻譯都有研究 還有李好家 他也說 很多大陸的 調轉了的字 就不是原來歷史悠久的 他也舉了很多例子 就是私隱、素質、千秋 抽籤、千秋、見識識見 其實懂得見識一樣的知識 就是你所說的知識 夠不夠多 認知是很奇怪的大陸話 大陸詞語 因為現在香港人經常跟著用 認知是心理學的 Cognitive Science 其實是特別的科學名詞 平時不應該用認知是認識的 認識就可以了 我對這方面有認識 認知是太過學術的名詞 而且很容易混淆了那個意思 或者用廣泛的意思 反而失去本來的意思 這些就是香港人很多人寫東西 寫稿佬的界別 這些人很喜歡 語不驚人勢不憂 還有廣東話又保存了古漢的語法 就是文法 我給本書你 雙斌語 兩個Double Object 我給本書你 我給本書你 裡面不需要有介詞 不需要有介詞 中國人沒有介詞 對,不需要有介詞 但這個就是一般讀英文的時候 比較困難 因為它有很多face 英文很多face 用face代表很多東西 如果你沒有preposition 就不會吃face 另外一個古漢語法 就是它走路快過你少少 它走路快過你少少 快過 但現在很多香港人 可能因為學校教育問題 學所謂白話文 現在香港人漸漸 很多人說 它走路比你快 其實快過你 這是古漢語法 即是先秦已經開始用 可能它以前多數是用快於你 等於過 其實應該值得保留 因為在這個情況 形容詞是重要的 快是關鍵詞 關鍵詞 很多國家語言都會用這種方法 更快 一定比你快 這跟英文一樣 但在學校上 可能有些老師被白話文 和現代漢語困住了 或者又是那些 課程要求 考試要求 變成要改正學生不准 是的 但很奇怪 被動詞 反而要接受 什麼是被動詞呢 譬如我被打低 我被降級 明顯是英文 其實不需要 是不需要的 中文人很少用被動詞 譬如我們每次打電話 電話留言說 有一段電話錄音說 你以下的對話可能會被錄低 被錄低 其實不需要的 被罵了 被罵了 即是被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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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學校不斷用英文的文法來教中文 這就是教壞學生 以前我中文先生的方式 他有一堂專門講這些 被動詞 被動詞 在中國的語法來說 通常是不好的 被殺 被捕 現在越來越多 民運人士被捕 被捕 剛剛昨天判了一刑 佔王那一刑 你看看 這個被動詞 是濫用了 有時候當然 現在我們都用一種被動詞 譬如說被自殺 那個是諷刺 諷刺性 那不是不同的 是有特別用途 應該加一括號 沒錯 我以前改學生卷 試過學生寫 回家問媽媽飯被煮熟了嗎 飯被煮熟了嗎 這些是瘋善中文 這些中文不可以正宗 這是英文文法的中文 我們廣東人或唐人不是這樣說話 不是這樣說話 除非你是諷刺性 或者是不好的 就用鼻子 這個學校是先生不教的 另外一個奇怪的現象 又是英文影響 又是先生經常用英文文法 教中文的結果 他事很美麗的 或者一定要有個是 為什麼要是呢 現在就算寫書面的廣東話 她是美麗 她美麗的 她是美麗的 她是很壞 她是美麗的 广东话和古文一样,很多时四字是六字成句 很多时会押韩昌,而且会陈陈递进 这个可能要找时间很长 譬如帝女花的上表,用了陈陈递进的方法 中国的音和字有一个特点,就是一音一字 全世界很多国家都是这样的结构 越南文是这样的 越南文和泰文都很近广东话 泰文特别近广东话,因为我以前学过泰文 很多是由广东话、广东的书出 泰文的乙就是交椅 即是我们宋朝上梁山,坐第几把交椅 越南文都是这样的 越南文是红颜知己,直接叫红颜知己 原来是这样的 你讲红颜知己,大家都明白,女朋友 她很文雅 这些都是历史远元来的 因为以前广东话最早的起源,其实是百越民族 越南的越,是一百的一百 这个你可以再讲多一点 让听众明白什么叫百越 百越,以前都是南方一带 中原南的南方一带 以前是南蛮 那些少数民族就叫百越 其实里面再分很多小的民族 是,有些苗 以前很少看这些少数民族 多数用了 要她的名称,就有一个 礼爪边 即是野兽 即是圆、老这些字,都是有鄙视的成分 对,有些人说大老的老,就是老的老 就是老的那里来的 就像九字边 乃酒旁,就做过老人的老 百越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时代 最早就是战国时,楚国已经和百越有点拉扭 有交通 有交通 有开化的 到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就屯兵五十万 在南方一带,也是百越的那些地头 一直下来,漸漸中原的雅然传到百越那里 然后运和几千年,水与交融 现在很难分出,哪些是百越,哪些是汉语 当时清朝时,都很歧视百越里很多人 譬如其中有一个少数民族叫苗 苗人在清朝时,都是受到歧视的少数民族 怎样歧视法呢? 他说苗是花苗,有很多种苗,有白苗,有花苗,有其他颜色 他说苗人有尾霸 未开化的 未开化的 好像猴子一样 还是猿人 是猿人 当它跟猴子同级 未进化的民族 不用大家看台湾片,讲台湾的生藩 都是很受歧视的 他们叫生藩 即是藩人,还要生藩 我看过台湾片 我忘记了什么名字 是原居民 是原居民 很惨烈的 被日本人又杀了 被国民党的兵都诛灭 最大的罪名是他有种族歧视 亲自去过台湾中部 去这些村落看过 现在当然 进化了很多 家里有电视 但是当年 他们是猎头的 跟南美的 猎头族 是猎头的 战胜了之后 他就要拿回敌人的一个头 拿回乡村里面 表示他是一个英雄 叶得头越多 他是战斗民族 不单止 把头製过的 在南美 听闻的 是不是会缩小了 用一些毛丝 草药 洗洗头的内腔 挺恐怖 到现在 都是一个迷 那些药 为什么可以把骨 缩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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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成苹果 这么大 对 这真是奇妙 就算大苹果也这么大 缩水 缩水 两倍以上 对 那怎么缩水 厉害 真是厉害 台湾的生番族 不是缩水 他说 把头奴 一个个 起了架 把架 陈列在村口 陈列室 陈列室 村口 现在当然 那个架和人头 我们看不到 但是看一些照片 有个少数民族的展览馆 或是 展览馆 我进去看过 那时候 台湾也有十几个 现在 能够找回文物的 也有七八个 九个 但是广东话 其实不是少数民族语言 是不是 因为现在广东话 就算在今时今日 仍然有整个一亿人 全世界一亿人 不止 听闻说 一亿两亿 有几种说法 有些是说七千万 有些是说一亿多 我想中间位数 就是一亿左右 一亿人说的语言 一定不是方言 而是少数民族语言 譬如欧洲的小国 有些只有几百万人 例如冰岛、芬蘭、瑞典 瑞典可能比较多 但是都是一千多百万 如果是一亿人说的话 是很重要 虽然联合国的九种语言 是其中一种语言 联合国都承认香港的粤语 是香港的实言官方语 实言官方口头语 虽然《基本法》是说中文和英文 《基本法》没有说明中文是指粤语 或者普通话 但是一百七十年年以来 无论在学校、法庭、议会、公开场合 学校、播音、电台、电视台 都在说中文 一是说英文、一是说广东话 在所有正式场合 一是说广东话、一是说英文 所以广东话已经是香港实言的官方口头语 所以我们提倡两文三语 两文是英文、中文 书写的文 语是三种 英文、中文 就是普通话 普通和港府话 你应该说港府话 不应该说广东话 但是习惯了这使用 广东话比较大 广府或者广州话比较小 标准的广东话是广州话 广州城里的广州话 很可惜 中国大陆经过六十几年普教宗 普通话教学 做教学语言的结果 往广州城里的广东话已经不正宗 本來的廣東人受到普教中影響 中國官方說文明人說普通話,即是不文明的人才說廣東話 所以廣東話都深受普通話影響 例如廣州城的人會讀瑞士,普通話的瑞士影響 或者轟轟烈烈會讀紅紅烈烈,他又用了普通話的發音 所以禮塞求朱野,即是廣東話本來是廣州城的話最正宗 但是經過這六七十年來的普教中,中國大陸的普教中 所以香港的廣東話才成為正宗標準 幸好,這個真是幸運 幸運有一段時候,大陸是一個觸摩,關閉了 他不跟他流通 但是唯有那個年代,即是香港的七八十年代 六七八都是這樣的 這幾十年,大陸比較封閉 還有,下了一個觸摩 他不是叫天王,下了一個觸摩 就很難出,這些文化很難出出 香港就輸出了,那個年代小弟也有份參與 就是電視 沒錯 還有,播音 還有,音樂 廣東話的 現代的歌 唱的歌 變成了 這種 最初那時候也不是很難,最初那時候叫月雨流行曲 周聰呂雄唱 何大嫂 何大嫂 是新加坡人 這些叔叔,每個人都很耐力去服務 但仍是保留在一個比較低的階段 他那時候在電台播,都是叫月雨流行曲 直到七十年代初 許冠傑,開始用廣東話 《鐵塔靈魂》 《鐵塔靈魂》 許冠文當年在一個旅行的時候 去歐遊 歐遊回來,寫了一個歌詞 這個歌詞是用英文寫的 因為它中文不太好 它是讀番薯仔的 垃圾仔 有啊 我師兄鄧偉雄 翻譯了中文 翻譯得挺好的 一流一流的歌詞 可以代表香港精神 是可以代表,願意有這句文 中文就是鄧偉雄翻譯的 現在就交給孫冠傑 孫冠傑先有了詞 然後再補曲 通常我們是有了曲 才下詞 這樣就是順產,很容易很多 但是先有詞再補曲是很困難的 但他都拿著結他都沒有了 還有你知道這些是番薯仔 永烈傑是番薯仔 玩結他呢 玩樂曲呢 這些是當時的番薯仔的所謂 但他都可以 但他讀中文是 他身為憶法讀了中文之後 蠻好的 聽聞一首陳耀岩博士,你認識他,感染,這個也填了普城曲 現在三十多年來,四十年了,這個代表香港的一首香港的歌曲 說遲些國歌法,不准唱國歌,或者不用唱國歌,唱香港歌,唱鐵塔靈魂就好 很多首歌曲,盧國尖,黃尖,都調得好 黃尖的詞,繼承了唐詩、宋詞、緣曲 你覺得嗎? 是的,蔡娥約枕伴詩 是的,真的寫得好 還有一件事,我極為佩服 因為小弟當年在電視台做編劇,或者編審 我記得有一個機會,監製梁淑儀女士,想寫一套長劇,叫《家辯》 哦,《家辯》,看過 《家辯》還沒寫之前,大家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家辯》在說什麼,只想了幾個人物 《家辯》就是梁淑儀的寫照 以及社會上的人物的寫照 裡面有很多人物 主要人物 交給黃尖做詞的時候,之前什麼都沒有 只有兩個字,叫《家辯》 黃尖很厲害,他跟我談 什麼,說什麼 我說家庭的變化 最主要是七十年代,社會的變化 社會變化有一個很重要的例子 就是叫做有了年紀 年紀會使得很多舊時候的規矩要轉化 他聽到之後,他回家寫了 就寫了這套家辯的朱禮曲 他拿著兩個字,就是變字 這個變字,他寫了變幻原始永恆 其實就是我們寫這個劇本的精神主詞 他拿著兩個字,就寫了整篇 提升了整篇 整個百多集劇本的精神面貌 我們也沒有知道故事說什麼 但他已經有了這樣的想法 當然,這個想法是正確無論 黃尖叔和次官都是香港的大才智 我不敢不敢當,我就很卑微 但證明我親身和黃尖合作 就知道他真是很聰明 就是拿著變字,就想到這個主題 現在專門又很適合當年社會 就是一個變化中的社會 就是體會這個變化裡面 怎樣產生人性的變化 社會變化 這個曲詞寫得相當好 其實現在到了21世紀 又是面臨另一個變化的時候 另一個世派的時候 現在我反而覺得 為什麼香港政府和傳媒 沒有去關注這些問題 這個一樣是關注很重要的問題 這個變化 不是政治變化 政治變化當然了 這個回歸是政治變化 但是政治變化引致到 全社會的所有任何方面都在變化 就算文學、藝術、體育 什麼都在變化 現在對香港文化最大威脅就是普教中 普通話教中文 現在好像小學已經有七成普教中 而中學有三成普教中 而大學就說 如果有大陸來的學生 又冤枉教授用普通話教 除非他用英文教 如果不就冤枉用普通話教 對不起 我教的那科仍然是全部廣東話 總之聽不明白 你對手說就叫旁邊的翻譯給人 一定是廣東話教 就算全班我試過在浸會大學 全班都是大陸來的 我也用廣東話教 最初第一年班是用英文的 但是後來因為我們寫劇本 是教寫廣府話的劇本 就像英文教中士一樣 這麼荒謬 好像說浸會就是有些荒謬的地方 就是好像屈屈教授用英文來教中醫學 這個就是他學校要改變自己的形象 是國際學校 但是國際也不是用英文的 是用法文的 但是這些是好笑的 用英文來教中醫學是好笑的 那這些藥名怎樣說 教的又很痛苦 還是讀的又很痛苦 是呀不行的 這個不對 譬如我們網台這個節目 For Forum 譬如說 我們用香港人的廣府話來播音 沒錯 今天請老兄過來 曾博雪過來 都是介紹一下廣府話的緣起 作用 我們提倡回香港 一定要說廣府話 沒錯 其實我們學普通話沒有問題 但是我們不需要犧牲 第二名 theorem 兩文三文的字要iete 沒問題 我們用普通話和教授 學普通話是兩回事 普通話好像學了外語 就是英文法文 就算在外語學普通話 沒有壞 你 Depot 知佩 με 沒有壞 而且很易學 因為廣東話比普通話難 广东话有九声,普通话有四声 认识九声的人,学四声是很容易的 反而读一转就很困难 广东话长期用普教中的结果 以后的孩子大了,就不会用广东话读雅言 读书面语,或者是古文也读不到 结果,香港就会变成廣州 广东话渐渐变成次文化、次阶级语言 只是不识字的阿伯、阿婆、向下人在家说 在公开场合,难登大雅之堂 渐渐会消亡 有一位在香港住了几十年的美国教授 叫Robert Bauer 鲍瑞迅教授,研究广东话几十年 他也得出了结论 如果继续普教中,再过一代人 广东话会慢慢有灭亡的危险 至少会变成低下层的语言 就不是正式我们所用的人民语言 就是人民语言 不是我们这类的人民语言 另外,港大一位Steven Matthews教授 研究广东话 他说,如果现在的小孩在学校 连小识都要讲普通话 他们这代,我们这代,你和我这代 就会有代溝 有,绝对有 那部电影十年里面 现在我都有代溝 现在我和国普通话那些都有代溝 电影十年里面有一节 因为有时我没有怎样了解到他们的思想和感情 我都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又不知道你说什么 他又不知道他说什么 他说粗口黑死我,我不懂 他叫做牛B 那个是普通话 对啊,普通话的学生 他说什么 他说粗口 他说粗口 因为一直都不解释 但我不用解释 大家都明白 这个节目都可以说说粗口的起源 留下一次 下一个星期 下星期我们继续请曾博士 和我们说港府话有趣的地方 因为他有一本书 这本书很棒 书池正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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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冊是人情編,涉及人的感情和詞 第一冊,月池正典的健康編已經賣斷市 即將會再版 第二冊,其實已經編好了 財典已經在這裡了 應該在幾個月內都會出第二冊 書譜買不到,廣東話語文的可以在圖書館借 或者再出翻版的時候 翻版不是翻版,第二版的時候 大家留意,值得去參考 不只認識,還有很多學問,查了很多資料 在查料裡,輕輕深究也會學到的東西 我在裡面有很多資料 慈觀,請多多指教 我們下週再續,拜拜 拜拜,保重